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就于24日晚 在纽约 圣巴特礼爵主教座堂 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 一同苏联玩到 在礼价道中 教宗特别向美国修女表示感谢 表示对他们充满钦佩之情 他说 教会若少了你们将会怎么样 你们是坚强和奋斗的女性 你们是坚强和奋斗的女性 你们以勇敢的精神 置身于宣讲福音的前列 修女们 姐妹们 子民的母亲们 我要对你们说 谢谢 万分感谢 我还要告诉你们 我爱你们 在对修女们表示谢以前 教宗再次谈到 美国教会曾经蒙受的 炼童皮丑闻 教宗说 我知道你们身为圣职人员 不久前 你们在面对天主子民时 会与你们诸多弟兄伤害和抹黑教会 侵犯教会内 最无自卫能力的子女的行为 而感到痛心疾首和羞愧难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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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